台装彩妆师小凯带名牌包被海关磕睡 泰国网红入境时带超过2万新元被拦查 近日这几则新闻引起了关注 到底在过海关有哪些限制 为什么新加坡的规定这么严格 这一集的多懂一点 我们看看到新加坡游玩 Don't play play的是什么 如果你身上在超过2万新元 或等值外币现金进入新加坡 必须要填写NP727表单 在新加坡入境通关的时候 要走海关的红色通道 或者将表格提交给入境的柜台 那么就少贷点钱吧 但是这也不行 是的 要是你无法证明有足够的基本生活费 海关会合理的怀疑 你是不是要以游客的身份 来新加坡打工 在班级降落新加坡之前 新航的空姐就会温馨的提醒 携带超过2万新元 或者等值外币 既得申报 带毒品入境 则是No No 绝对不允许的 罪名成立可能面对死刑惩罚 哎呦 有哪一个国家是用死亡的威胁 来欢迎游客的呢 新加坡咯 旅客在新加坡境外超过48小时 可以携带不超过500新元的物品 和食品等入境 不需要缴付消费税 而超过这个数额 在外地购买的新货品 无论是不是名牌包 都必须要缴税 如果有旅客带一堆崭新的名牌货 高调过海关 肯定会引来官员的关注 上新加坡海关的网站 管制与禁止的物品 在名单上第一个物品 你猜是什么 对了 口香糖 为什么禁止呢 那要从我们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说起 我们改天来好好谈 其他的呢 则是林林总总 从枪械火药到犀牛角到电子烟 一律禁止 为者重罚 总归一句话 只要心态健康 来新加坡游玩 过海关 不必担心 是的 新加坡就是有条 有理 有规定 这也是新加坡的治理特色 要确保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那么 假如你要带一个吉祥物 Moscow 到机场去迎接朋友 给他一个惊喜 可不可以呢 抱歉 你必须要提出申请 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愿者点赞 我就在家后 我愿者点赞 我愿者点赞 感谢观看